在昨天新增了6例的确诊个案 都是东区家族小火锅店的相关亲友 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3岁 目前卫生局已经匡列了44人来进行裁检隔离 为了防堵疫情扩大 卫生局上午持续在国军803医院设立快筛站 业者也澄清三级警戒之后 他们火锅店就没有营业 另外确诊女员工的15岁儿子 6月7号曾经到大明高中出席新生报道 接触到的同学不少 担心成了防疫破口 也已经狂烈接触者居家隔离 台中上午大雨不断 民众排队冒雨筛检 因为东区火锅店传染链再扩大 新增6人确诊 由火锅店接触的人员众多 就怕疫情扩散出去 两家医院目前统计筛检104人 全出彩因 新增的确诊中 包括第一名确诊女员工的先生和儿子 小妹和小妹的女儿 还有弟弟和弟弟缅甸籍女友 另外大妹的一对儿女目前为领号也确诊染疫 同一家族同在一个火锅店上班 目前已经有9人确诊 其中年纪最小的只有3岁 以匡列44人进行居家隔离 他们都是同一家族就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案子 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有外溢的现象 而确诊者足迹包括饮料店超市黄昏市场 移民署等 求女员工15岁儿子6月7号曾到大明高中出席新生报道 6月13号出现症状 19号裁剪确诊 接触到了同学不少 卫生局也紧急匡列接触者 避免校园成了破口 防堵疫情再扩大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台中参谋到